而且其實社群網站 有些留言真的很討厭 搶她妳最討厭什麼樣的留言 我啦 我是滿討厭人家說 我是變性人的 最近 最近又有人說妳是變性人 那個已經好幾年了 就很煩耶 而且最好笑的是 連男朋友 都跟他有過親密行為 他怪異他是變性人 不是啦 其實 其實是這個 沒有 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來跟我說 因為那這個我說變性行為 是好玩 那個是我去一個節目 他那節目叫做瞎掰大賽 你瞎掰自己 你就會瞎掰什麼 那我就瞎掰我是變性人 那我拿到第一名 或拿到第一名之後呢 延伸出來的問題是 新聞就是為了把它放大 就會說是場場啊 變性人啊 問號啊 什麼東西的 當然要點進去 你才會看到說那是瞎掰大賽 那我當時的男朋友 我覺得他是個白癡 因為我本來就是 他跟我是有懸殊的 我跟你講這是我認真 那只是我無聊玩玩的一個男生 他該不會醒過來 讓你說說 紅是真的嗎 沒有 他就來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開這個玩笑 他的朋友都在跟他笑這件事 我說你是白癡嗎 我說那個東西 應該是止於你就好 你跟我講幹嘛 我說這個東西是止於你 很多人問我爸爸啊 他說你女兒是不是變性的 我爸爸不來跟我講 因為這個東西就會 止住在一些了解你的人嘛 那我問你來跟我講這東西 我會覺得你是個白癡 所以我馬上跟他分開 我覺得你是個智障 我跟你解釋那麼多幹什麼啊 所以我的點是在這裡 我覺得說這東西 因為很不明智 所以他沒有真的懷疑你是變性的 他沒有 但是他跑來跟我講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你是不是智障 怎麼會想到要問 你不會啊 你會問我的問題嗎 你會問我的問題嗎 大家都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玩笑 有東西有些玩笑的話 你就會適當於在一個節目 或者這樣 可是你要搬到我現實生活裡 朋友我懶得理你 對 講話越來越快了 對 都很激 還有生氣啦 生氣 好 我的話呢 我自己是常常看到 有那種就是臉書 然後會有那種 很喜歡開地獄梗的 我覺得這種很討厭 譬如說我前陣子看到有一個 七歲的小朋友 因為貪玩 誤觸高壓電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難過的新聞 底下有人說 真的很多 我覺得那這種地獄 開這種地獄梗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堆人按讚 還有按笑臉 我覺得這種看 就開始受傷了是不是 他已經燒焦過世了 我的天啊 對 他就是因為整個焦掉 所以人家說 早熟的孩子 他這樣子去講 我覺得非常沒有水準耶 哪一種PO文 讓人白眼翻不完 A 炫耀文 B 討拍文 來 請選擇 OK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好喜歡 在社群上討拍 然後我有些朋友 我不知道他是衰神還怎麼樣 結果一天到晚事情超級無敵多 就是像是非之人 比如說什麼你 而且他都一定會 第一時刻在現實動態討拍 最受不了是他會用全黑 他怎樣是討拍啊 你知道很多是用全黑底 然後字超級無敵 是不是在哪裡 幹嘛 送超煩的 為什麼啊 我都要把它截圖之後 放大 然後看完之後想說 你看 是怎樣 迷你也不回 打電話找你也不回 怎麼樣 這有什麼 這有什麼好討拍的 而且有什麼好 寫這麼小字的 對 然後這是什麼 你知道真的很多人討拍 就是他就 第一 他事情很多 他什麼事都可以抱怨 找不到人抱怨 買不到咖啡抱怨 排隊排太久抱怨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 在花蓮還是哪邊有沒有 就抱怨人家 人家只證他的小孩 對 然後就PO討拍 就後來被炎上 被通到幾幾 對 通到幾幾 對 OK 我是反正討人家PO炫耀文的 就你們看過一些 就好像覺得這世界上 沒有人看過有錢人一樣 就可能他買個什麼東西 或是名表 或是一台車 他就馬上炫出來 然後後面配一個就是 可能是咖啡 或是什麼的 因為他其實就是 全部要炫給你看的 都是在告訴你 他有多有錢 對 喝個平價咖啡消暑一下 對 這種的 這很假吧 對 然後不然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詐騙集團似的那種 放一百塊 對 在那邊 放在那裡 他好像很有錢的樣子 我就覺得這種 其實是沒啥路用的 才會PO這種東西 我自己很討厭看考拍文 你知道有很多 就是你知道那種 比如說切東西 每說到割到 那種一點點 他就會 開出來說 哭哭 今天怎麼 我覺得很痛 然後下面就會 有一堆男生留言說 天啊 然後什麼 要不要幫你救計程車 然後幫你叫救護車 然後想說 你不過就是被割這樣子 到底有什麼好在那邊討拍 那我很受不了 太假掰了 我是不喜歡太曬恩愛的人 就是我覺得你這個照片 如果拍得很有氛圍 男帥女美 就算了 就是我大量的把土味情話 給弄上去 對 真的要人家白眼 飛到頭暈耶 對... 成功引起我的不適 因為它引起你的不適 對啊 真的 你就不要拿 天本有看到你也在弄 沒有 單身...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A還是B 來 哪種PO文 讓人白眼翻不完 聽聽TOL怎麼說 這一題我會選B耶 之前有一些朋友 我會在IG上面發一些 無病聲音的文 比如說會說 自己很醜啊 自己很胖啊 肌皮很大 肌粗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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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話 他們是不是真的 對你自己覺得不滿意 但是在別人看來 你會不會是想要 透過這種方式 然後去得到別人的誇獎 跟別人的安慰 不會啊 你很漂亮耶 你已經很正了 你好瘦喔 一天到晚要發這種文章的時候 看了真的是翻白眼 真的會很生氣 這個答案一定是B啊 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很喜歡把淘汰文 當作日記在寫 而且每一次都是寫五千個字 到底誰會能寫到五千個字 是啊 他跟朋友吵架 然後就是他覺得他自己的付出 沒有被兄弟很看重 所以他就打了什麼 我幫你當兄弟 幫我當燕蒂 這種很中二的語錄 連語錄都很會找啊 常常他這種這種文 肯定就是很煩啊 你知道嗎 而且真的白眼會翻不完 好的 對 討拍文大家 比較會翻白眼 選A的不正常 請噴 我有時候不能理解 有人怎麼會在 臉書上面爭彩 因為我每次都很好奇說 那到底會不會有人 真的在那邊說 可以來找我 沒有 全部都是在唬爛 對 對 都在鬼扯啊 對 競爭每邊人員 那下面就留一堆 我可以嗎 然後那個樓主一定說 你去死啊 然後 等一下 我的店 真的就是在我的臉書 在找人耶 我都是用這種方式來找 因為你會找自己身邊性的 真的找得到人嗎 真的啊 我的員工 都是我的臉書發文找人 可是有的人根本就是來鬧的啊 對啊 可是我的也是在臉書上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的來臉書都是來鬧的 我滿多 滿多的 但是也是可以篩選啦 不過上面有些來鬧的 我覺得會比較安心耶 因為都是你認識的人 擴散出去的 你會覺得這個人比較值得信任 我超級無敵討厭看到教育文 因為那種長篇大論 它真的都是 好像在寫論文一樣 之前我還有看過一個朋友 他是 那一看就知道是轉貼 只是那個文真的就是 廢話一堆 他在解釋 新冠病毒呢 他是有拿幾種病株 然後A病株呢 他這個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感染的症狀有哪些 預防方式有哪些 如果得了之後 會不會有藏心感 可以了... 逼什麼 我都聽了都聽不下去 對 這種你知道很討厭 因為你手機一點開 它就會 站反 全部都是我 而且感覺又是假訊息 對 那種你就要划超久 就覺得天啊 我剛剛就不應該點開 對 那個划很久了 除非你把那個臉書 那個全部就划掉了 對 要不然你就被迫 要一直弄一直看我 尤其是這種長篇大論 用在留言更麻煩 我只是想看個留言 就怎麼... 對 就很討厭 尤其那種上萬字的 那種文章不得了的 我們最近有一個知名組織人 就這樣子讓我搞了很久 誰啊 兩萬字的啊 對啊 但是我認真地就把它看完 對 對 那個怎麼看得完喔 沒有 你應該佩服他 怎麼有辦法打兩萬字 對 厲害... 我是受不了就是什麼... 什麼事情都可以扯到政治 什麼都可以 找不到停車位 政府無能 喔 排隊那個... 餐廳排隊排太久 或者是你要漲價 市長出來交代 對不對 對 然後颱風天 颱風天就是風雨很大 就是說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什麼政府出了什麼外招 讓這風雨變那麼大 反正都跟政府有關啦 你日子過得好也是政府問題 過不好也是政府的問題 什麼都要扯到政治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然後尤其是你 一定有一些政治立場 比較明顯的朋友 一定會有 他就是無限上綱到幾次 眾人就是啊 人醜怪父母 命苦怪政府 對... 對 所以這個是我受不了的 好 那秦樂文呢 蕭銘 秦樂文就是指說 他今天可能過不順啊 說什麼不想活了 他突然發個黑白照 或是割完照這種 我最受不了 就覺得說父母 把你辛苦養得這麼大 你幹嘛要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還要這樣到處宣傳 這種感覺 我看了就會直接想當下 把他封鎖 現在流行PO那個全黑 就什麼吻也沒有 就全黑 為什麼 他就要表達心情不好 這個... 這不行啦 這個我們當朋友看到的 會害怕 對啊 他會害怕 覺得他到底要搞什麼事 而且這些人會去看你的 有誰看過我限動 但是沒有來關心我 他會去核對喔 天啊 核對 對 還要去核對喔 還要去核對喔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